停 等他 等他 你怎么了 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放开 你离我那么近干嘛 我有话要跟小刀说 你走开 你这个死丫头 真是要把我弄得伤心死了 过几天就要嫁人了 我连新娘是谁都不知道 你该不会是被别人骗了吧 小姐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她来了 全由小姐做主 小姐 你就别担心我了 我还放心不下你呢 到时候我要嫁出去了 那你跟罗将军该怎么办啊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我就生气 这大傻子 我爹不说话 他也不提亲 气死我了 老爷之前一直嫌他是个护卫 但他这几年 一直在西南边境驻守 也算是战功赫赫了 而且前不久 还回来接任了薛耀的大将军一职 老爷还不满意吗 其实前几天我有跟爹提过 他呢 态度倒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的 但是呢 就是不松口 我估计啊 是因为之前拒绝的太决绝了 现在让他答应了 我摸不下这个面子 那如果让罗将军主动上门提亲呢 他可轴了 没说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要光明正大地取得我爹的同意 风风光光地把我举进门 小姐 都四年了 要不咱考虑换一个 可别负了咱们这大好青春啊 我不要 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你别取笑我 说不准你未来的夫君还不如他呢 小姐 你这还没嫁过去呢 你就开始互端了 你要是再乱说 我都死你的嘴了 小姐要命 那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按照我的计划 罗己这个大傻子 一听我爹要把我回去嫁人 他一定会出面阻拦 明日 我趁着罗己借酒消愁之际 派人去客栈告证 我爹要我回京城城亲 而我们悄悄埋伏在门外 按照罗己的脾气 一定会拍二而起 又想带走 南南 先过了我这关 那时候 两边大打出手 而任凭罗己武功再高 也双拳难敌四手 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出现美女救英雄 肯定会感动到一失相许 这事不就成了吗 小姐 你真勇敢 就像那画本故事里的侠女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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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